大家都知道,育苗的外界条件需要具备三大要素 光照、温度和湿度 所以在室内育苗,如果把育苗杯放在小温室里 发芽的效率会提高很多 在园艺中心,不仅出售各式各样的育苗容器 同时也会出售育苗的温室香 但有时不是价格过高,就是质量不尽如人意 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两个在家自制育苗小温室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是利用透明的塑胶储物箱 越透明的越好 但使用时一定要注意通风 盖子不能盖得太严 最好在盖子上开几个小孔 虽然这种储物箱很坚实耐用 但成本毕竟有点高 一旦做成温室香,就基本上不能另做它用了 所以第二种方法就是我极力推荐给大家的好东西 锡纸烤盘 它在所有的商店,甚至一元店都会有出售 我们要找那种配有盖子的烤盘 当我以前正在为没有合适的育苗小温室而发愁的时候 一次偶然的机会,有幸发现了这种锡纸烤盘 感觉它完全可以作为育苗之用 它可以让幼苗住在一个相对高温恒湿又明亮的环境中 几乎我所有播种的蔬菜都是用这种小烤盘来作为温室育苗 它不仅出苗块,苗也长得很壮 发芽率也提高不少 关键还非常便宜,购买方便 虽然它的整体高度不是很高,但也足够了 一旦幼苗的生长高度接触到钙端,就可以不再使用盖子 幼苗已经适应环境 并可以良好的生长 这一摞是我已经用了很多年的烤盘盒 至今还可以继续利用 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试试 效果真的不错 感谢您的收看与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